各位给大家看一下围攻试炼里面 我们这个小一仙是特别变态的存在 现在我要挑战试炼15 但是我这个战力呢 只有11万7 他推荐评分是18万2 差了6万5的战力 这个评分差距是很大的 我只有一次机会 我想试着给大家演示一下 看一下这个小一仙 他到底有多变态 好 首先一开始进来 往人多地方放啊 放技能 穿过来 再来三角 先杀一点点人 赶紧升到一级 再把学小的打打 打五个球啊 各位 感觉好像还差一点 那就这样子 没关系啊 前面发比慢了一点就慢了一点 现在小技能好了 先放小技能 好 敌群来袭 其实先上鸟吧 他的大招就是蓝银三雾 是可以上来 然后放一个毒物的 毒物范围内 敌人会持续受伤害 这时候降过来 然后我放一技能 看着大招的这条 又快要好了 三二一 大招又好了 起 你放了三小技能之后 把这些家伙 可能有的死了 有的没有死 这时候就再上大招 好 现在你看 就捡到很多蓝色紫色的球了 我现在已经升到七级了 然后再过来 到旁边过来 然后往这边跑 这边人很多 看着 哦 大招又好了 是吧 再上鸟 他这个小一线 他这个技能 特别给这个怒气值 怒气值一上来 你看 往这些地方 你看这鸟 还有特别变态这个地方 这鸟特别适合 吃这些球球 就能让你变得很强 然后这个小一线这个技能 还有个无敌的这个技能 瞬间不被控制 就是一个无敌的这个技能 然后这大招又好了 再去捡球 请教你朋友愿 是吧 所以特别牛板 小一线是红二型 本来今天能升红三红四的 但是没有蓝色碎片了 不管了 这我就是站在这比较好 先等等 等人 拉下人 放一个技能 哇靠 差不多 哎呀 再来无敌一下 小技能伤害其实蛮高的 大招 他的问题主要在于 需要耽误一些时间 你放技能的时候也算时间的 系统里面是这样判定的 吃一下这些远处的这个东西 好 下来 你看 我这大招又好了 这小一线真的变态 普通人 你这个评分能越战三万 算你牛歪了 但是我这评分 越战六万七 跟玩菜一样 现在已经是七级了 对吧 哇 这这得躲一下 就是你还是得学聪明一点 突过去 你看我大招又好了 放个无敌技能 然后再来 起鸟 这个东西就很无敌 你懂吧 所以我为什么要养小一线 因为有个金色的球球 这金色球球吃的是真的爽 现在敌人就没有那么多了 是吧 这里的话需要等一下小技能 回 放无敌 起 好 鸟又来了 三个小技能必定出一个鸟 它这大招就是跟送的一样 就是为了让我吃一下球 金色球就赶紧吃一下 你看就打过了 而且看起来很轻松是不是 除了一开始打那几个怪 但是那几个怪它只要聚在一起 多打一会儿 哪怕放两套技能 它也就死了 你就能升级 升级就变强 然后这个就打过了 所以这里面打围攻试炼最强的 或者说刷图最强的 定点刷图最强的 我推荐小一线 特别特别的牛歪 对吧 这就是玩这游戏的一点体悟